有一件事情我至今搞不明白 这些产品起来的设计师真的学过设计吗 明明产品这么好用 就冲点包装啊 直接把消费者给签退了 所以今天这些评价 但是又超值的活货 姐妹们千万别以貌取人 不然错过就太亏了 第一个是这个美人鱼的眼线液笔 很多博主推荐的都是他们家这个粉笔 我说句实话啊 不但取不到粉 还脱妆卡粉厚重 也买 难用 但是 他家这个长得像廉价墨水一样的眼线液笔 是真的不错 我买的是这个金色的瓶 然后软头的笔 可以拉出很纤细顺滑的眼线 但是他这个软头的啊 还是比较适合化妆老手 如果你是化妆新手 我更推荐你们买那个银色瓶的 它是硬头 防水做的也不错 油皮用也完全不会晕染 唯一的缺点就是啊 它干的比较慢 就是你画完不能马上眨眼 不然的话 画上眼线直接赠送下眼线 不过它一旦干了的话 它就是502胶级别的牢固 而且我必须要给你们夸他的就是 这一瓶9毫升才10块钱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Case Me一支88块钱的眼线比 才0.4毫升 它一瓶直接能顶22.5支Case Me 直接省1980 吃同女孩冲 第二个是这个施佩妮的眼影 这包装 这风格 这妥妥是小学门口两元店的产物啊 但是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包装给骗了 他们家的眼影是真的好用 我这盒是老板啊 20块钱不到买的 粉质超级细腻 延展性特别的好 全圆珠光色 我觉得有那复古迪斯科那味儿了啊 但是我觉得一点也不夸张啊 特别适合用作来日常体谅 新手小白特别建议买他们家眼影来练练手啊 价格不贵 颜色还多变 就是省钱 第三个 雅霜 大家看这个包装 眼不眼熟 是不是曾经在奶奶的桌上见过啊 它是上海佳化公司最早的产品 民国时期就风靡一时 这玩意八斤奶奶辈的老网红 虽然这个包装啊 是真的不洋气 但是产品是真的好用 不然也不会坚挺了100年 就是吧 膏体啊会有一些厚重 但是稍稍按摩一下 就能很快的吸收 保湿满分 空调防壁被 味道是那种比较浓的那种桂花香 小时候雪花高的味道 稳一秒钟回到童年 它的主要成分呢 是甘油和硬脂酸 都是用于保湿的成分 所以补水效果特别的好 非常的滋润 并且还添加了矿油 就冬天这个时候 你要涂它的话还可以防静电 就是可惜有一定的制豆的风险 所以我还是不建议大家上脸涂啊 但是涂手涂脚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8块钱 这么沉淀淀的一大块 我就想问你 你赚钱吗 你们还有哪些推荐的国后小宝藏呢 评论区告诉我 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哦